請問我, 請問我 聶Sir, 麻煩你 聶Sir, 坐 這麼多大Sir在這裡?發生什麼事? 聶Sir, 好像個個都知道 只有我不知道這樣 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會這樣? 人緣不好吧? 今天的會要下個小時 要寫得準確一點 是他黑人真, 聶Sir可能誤會了 因為特案組做所有的特事特辦 不用跟規矩, 不用通知貨機 沒有通知你了吧? 是 小說殺手丹蕾, 我和陳Sir做了很多事 你不配合不止, 還打亂我們的計劃 陳Sir是PPRB的人 你有部署是不是應該先跟我說呢? 你找楊彬碧森有沒有跟我說呢? 陳Sir在重案做的經驗比你和我多 我請教他有什麼問題? 你經常請教去拜山 那我怎麼找你呢? 江振昏, 麻煩你尊重我太太 聶Sir, 這裡不是談私人的事 你在馬來西亞搞亂診所 然後就丟下所有事情不理 突然間回來找個重犯做顧問 還找一個太太幫你查案 你要楊彬碧森查他自己的兒子 他會說真話嗎? 特案組不是讓你亂來的 如果我亂來的話 血治案最後的那副骨 不會讓我們找到 韋蕊傑不會認罪 不是楊彬碧森, 走犯也會知道 我們有三萬個警察 全部受過專業訓練 難道讓不上一個有精神病的主婦? 程Sir, 她精神病已經康復了 她不是一個普通主婦 楊彬碧森幫到我們特案做手 她剛給我一個訊息 如果我趕不及回覆她的話 我怕會出事 我們擺放的電話就是怕虧物 你不是想把資料放出去嗎? 有人看到你和楊彬心在馬來西亞 又買西裝, 又行山 還有人看到你們進了房子裡 逗留了幾個小時 有人跟我嗎? 我們怕你的病會復發 還有, 你沒事的, 怕什麼我們跟 一個躁鬱症, 一個精神病, 很合適 大家同病相連相依為命 嫂子走了這麼久 你是時候找到女人身邊, 很對 你說什麼? 說不出話, 只是想這樣 我躁鬱症已經康復了 真的康復了 既然你說到電話這麼重要 先聽我 不如一起聽 聶先生, 你們弄錯了 這件事與我兒子無關 我不跟你說了 我約了人家遠足, 再見 聶Sir, 看來他是耍你 聶先生, 你還是正式休假 先治我的病吧 我沒有病, 治什麼病? 聶Sir, 我想你夠忠實的藥 你的藥是隨身帶著的, 是不是待一瓶嗎? 不說這些嗎? 吃糖可以嗎? 你記不記得那天晚上的電話嗎? 是不是一哥催你 叫你今天要搞亂事? 你不要再用一哥催我 我不要再用一哥催你 程家輝, 你聽著 我今天有個想法 如果斷她是我老婆的話 我會把我的藥丟掉 任由我儲一病綁 然後回警局, 打到你爆光 你聽著, 我有病 我隨時不用負刑事責任 你在電話裡說你會把藥倒掉 任由我儲一淨發作 不過, 打到我爆光 你親口認自己有病 你不需要負任何刑事責任 程Sir, 如果你覺得那天沒面子的話 你可以報仇 但如果用你的方法去抓兇手 一定會死 錯, 一定不會死, 一定會罵公 是你妒忌, 是你眼紅 鬼咬正雷死你, 程Sir 你不要再抄我, 提 我們找到人回來 證明是藥還是糖 瘋子 偉潔醫生, 我是助理警務署長程孝輝 我想問你, 聶Sir的醋鬱症 是不是一直都由你治的? 是 那這瓶藥是不是你開給他? 是 聶Sir說這些是糖 你這個精神科醫生 很喜歡拿糖當藥開給病人的嗎? 聶Sir, 你是我親手抓回來的 我也最相信的人是你 拜託你告訴他們 你開給我那些, 全部都是糖 在超級市場買回來 進入藥瓶裡, 是不是? 這些的確是我開給聶Sir的 是用來治醋鬱症的藥, 不是糖 聶Sir, 既然你有病 就應該停職好好的治療 從今天開始, 特案早由江Sir負責 不是吧, 聶Sir會全力協助 你在這段時間 也不需要回來指揮中心 聶Sir用開的人, 我暫時不會用 請Sir可以放心, 沒問題 聶Sir的記者會安排得怎麼樣? 聶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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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開給我這張藥 我好像在超級市場看到的糖 跟它差不多 我都會養護 即是糖 你吃了之後, 有沒有覺得舒服一點? 我吃完覺得很舒服 你的病差不多康復了 我這次開給你的是安慰劑 只要你打算吃了它 就可以解除你心裡的焦慮 所以, 這些就是你最好的藥 我去見 聶Sir… 聶Sir 走開 為什麼要這麼做? 說呀 聶Sir, 你又儲穩發作? 我要幫你看看, 給你的藥給你 為什麼你要這麼做? 說呀 說呀 看, 是你親手抓我回來的 是你說要我坐一輩子的 你不是這麼熟, 以為我真的會幫你 還有, 你最錯的 就是找了我做特幹組的專家顧問 現在他們每個人都相信我是專家 但是不相信你 很認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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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老公 老婆 老公 你不是說你不會跟他們鬥 是回來做事的嗎? 老公, 你可不可以不要離開我? 我 放心吧 我一直都會在你身邊 不會理會我們的 然後呢 你不可以不要離開我